又是萝卜青菜 这也太清淡了吧 我正好啊 煮了一锅芋头 还弄了一坛酒 这是我们家自己酿的 毛葡萄酒 还能活着和你们见面 这一趟我就没白来 你说你这个县太爷怎么当的 还没上任呢 就被土匪抢了 真是一帮书呆子 虞大人哪 虞大人 陆老婆 虞大人 我听说您来客人了 我呀 我让小妹呀 给你们送长被子 又是萝卜青菜 这也太清淡了吧 我正好啊 煮了一锅芋头 还弄了一坛酒 这是我们家自己酿的 薄葡萄酒 你尝尝 这位老人家是 这是骆老婆 这是他的孙女 小妹 你们好 我叫周睿和 曾经的五品大员 大官 是周大人哪 不敢当 不敢当 这叫什么 芋头 芋头 你尝一尝 还真没见过 山西门 包皮吃 没吃过 周先生 过去我们这日子过的呀 那真是一无所有 多亏了 骆老婆和小妹的照顾 周先生 这衙门里的这茅草物啊 全部是骆老婆和小妹呀 带着乡亲们来修复的 这后衙里的东西 也都是他们送来的 我们到了罗城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根本带不下来 所以啊 你要谢谢骆老婆和他漂亮的孙女 这于大人啊 刚到罗城就能得到你们的关照 真是他的福气 周大人 你过奖了 你是不知道啊 这些年来 我们罗城的老百姓的日子 那过得叫个苦啊 好不容易 盼来了我们的父母官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们出点力 帮帮忙 都是应该的 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 你们先吃 好好好 余大人 那我们先回去了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你们先吃 我要去送送老婆 可以吃了 知道吗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余大人 那个 抢走您官邑和官服的雷翠亭 小妹 是谢德昌抢走了我的官邑和官服 那雷翠亭只是从他手里夺走的 这个雷翠亭啊 和这个谢德昌是仇人 我想他抢走的时候 也未必知道里边是官邑和官服 但是 他拿走了官邑和官服 衙门就得问他的罪 这个雷翠亭虽然救过我的秘义 但是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确实不清楚 小妹 你好像认识他 余大人 如果他把官邑和官服还给您 您还会抓他吗 如果他真能把官邑和官服还回来 那就说明这个雷翠亭 是有药可救的好汉 小妹 你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小妹想帮余大人 找回官邑和官服 那我余成龙啊 真要感谢你啊 那余大人 请留步 走走走 慢走 你给我做事业 这可折杀成龙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如今河东已经变成河西 你变成了朝廷的七品支线 而我却变成了一个朝廷永不续用的 平民百姓 一个平民百姓给你这个县太爷做事业 怎么直杀你了 不不不 且不说你是因为我才被罢官的 就单凭你周先生曾经做过 朝廷五品官这等身份 我余成龙何德何能 敢用你啊 我的周大人 没关系 那我就回山西回家种地 不不不 周先生 我不是这意思 那你的意思 是不想让我走 我也不会走 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回你的官印和官服 这正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你告诉我 你怎么找回来 只要找到雷翠婷 就可以找到官印和官服 错 你要想找回官印和官服 第一个要找的人恰恰不是雷翠婷 而应该是九万大山的山大王谢德昌 谢德昌 对 而且你还要大张旗鼓 大造声势 让全罗城县的人都知道 你这个县太爷来罗城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剿灭谢德昌 可眼下 不是啊 我拿什么去剿灭谢德昌啊 拿雷翠婷的力量 拿雷翠婷的力量 一山不容二虎 雷翠婷 谢德昌 虽都为草寇 应该有本质的不同 你说了 雷翠婷是盗匪 但却救过你的命 你应该想办法借助雷翠婷的力量 去剿灭谢德昌 只有剿灭了谢德昌 你才能在罗城这个地方 立足站稳 周先生一息话 让陈龙茅塞灯开 那我可以做你的事业了 周先生 那可就真委屈你了 你给我这个七瓶之线当手 你们你们快走 快走 快走 坏了 余大人 可能是谢德昌 带人去攻打上寨了 是吧 余大人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 当初就不让你们来 你们非得来 现在可倒好 要是谢德昌 真把苗寨给占了 咱们谁也跑不了 不是被他杀头 就得让他抓到古风凛 就能关起来 佛大人 你把苗寨 上寨和下寨的情况 给我详细地讲讲 弟兄们 我们要把下寨的人 引到上寨来 你们给我大声地吼起来 好 好 大声地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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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干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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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等等 大哥 你停 奇妙 看来 上寨到处都是谢德昌的人马 那个不是二寨主洛四姐吗 是啊 胡大人 跟洛四姐说话的是谁 把我给我去上寨 快快 那就是洛寨主啊 洛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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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成龙 洛宅主 你们千万不要上 谢德昌的档 四姐 他们是什么人 他说他是新来的支县 叫余成龙 洛宅主 谢德昌要想 拿下你们的上寨 他绝对不是这个打法 你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马上把这个支线放出来 是 罗宅主 我是罗宅之县余成龙 我刚才听胡文之胡大人讲 你们的上寨的防守 比下寨严密 而且很坚固 我想谢德昌也清楚这一点 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不攻打你的下寨 而要攻打防守严密的上寨 如果是你 你会这么打仗吗 这一定是谢德昌的一个阴谋 他的目的是你的下寨 而不是上寨 可是下寨 根本就没有谢德昌的人呢 没有还是没有发现 罗宅主 下寨没有发现谢德昌的人 更值得怀疑 更加可怕 如果谢德昌要取的是你的上寨 他为什么虚张声势而不进宫 于大人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谢德昌使得是声东击西 我们来一个将计就计 谢德昌肯定不会攻打上寨 快 去下寨 我分析他肯定在下寨埋伏了人马 我们排兵布阵 给他来个瓮功捉鳖 一举剿灭这帮恶俘 快 去 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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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打开 打开 好 咱们今天就一把火 把谢德昌的老巢给他射了 好 好 给我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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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给我上 上 雷鬼姐来了 雷鬼姐来了 都别追了 让他们去给谢德昌报信 把谢德昌的老巢 一把火点了 都别追了 在这儿 谢老爷 不好了 谢老爷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你不在古风领守着 来这儿干什么 咱们的寨子被雷醉亭一把货给烧了 什么 这儿是 是 是 赶紧通知谢永青 我送离开苗寨 回古风领 是 队师们 古风领出事了 赶紧撑 好 我回古风陵 跟上 兄弟们 快回古风陵 我们的古风陵 被雷翠蹄给烧了 快 兄弟们 李大船让我放上他们 快去古风陵 快这儿走 快撤 弟兄弟们 快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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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弟兄们 好 走 好 走 走 走 heh 快速 去啊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